恨你了 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你老撒谎 就你不诚实 你厌烦就是厌烦 你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你甚至说 就因为你胖 我受不了你 我要跟你离婚 都可以 你大大方方地说出来 你让他明白 八年 人就投奔你来跟你私奔 裸婚 什么都没要 给你生了一个健康的宝宝 咱稍微有点凉些 加油 其实肥胖不可怕 真的不可怕 有什么呀 国外有很多大马模特儿 现在特火 那找的男朋友都帅极了 人家特别独立 特别阳光 就是当你脸上 充满笑容的时候 胖瘦已经不在了 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 不是身体的肥胖 最可怕的事情 是心灵的肥胖 就瘫掉了 那个养啊 不可以的 被人养 必须要具备 随时我可以倒回手 来养你的这种能力 要不然你就别被人养 那个职业太危险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感 我就希望他以后 减 先减肥 把身体养好了 然后 有点意志力 有点自控 我这次回家 我好好努力减肥 努力改变自己 我也想 让你支持我 然后 你以后也 别不理我 我想挽回这个家 挽回你 我想减肥成功 你愿意相信我吗 有时赞我真的感冲 愿意 来 最后咋弄成个本末倒置了呢 对 最后咋弄成他错了呢 然后他还一直气使 你还是怪他胖吗 那你帮他呀 你是丈夫啊 你刚才不是 答应米娜老师说 细节上帮他吗 如果你发自内心的 是 你 帮着他一起 叫夫妻共同 面对你们现在碰到的困难 是他的肥胖 想跟他一起来克服这个 你也下心思 不是他一个人 那你就出来 你说把所有的事交给他 你还按以前那样 周而复始 该干嘛干嘛 你也没必要出来 明白吗 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你 能够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完全 能够 自己独立的生活 独立的生存 我可以自己减肥 我完全就不靠这个男人 我从今天开始 我要学习一个 有自尊的女人 我独立了 就别出来了 就走你的 你说我不行 我确实还要依赖这个男人吧 你就出来 不是现在让你们离婚 或者什么呀 听明白了吗 嗯 好 谢谢两位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请观看我们完整的节目 看他们愿不愿意做改变 还是留在原地不动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